大家好,我是Den Netflix新公开的韩剧《七根五里学校》 在公开第一天,就在全世界25个国家登上了一位 反应非常激烈 《七根五里学校》是改变了同名的网络漫画 剧情是在讲述 因不明的僵尸病毒传及校园 身边的同学们瞬间变成僵尸 活下来的学生们、老师们拼命逃出校园的内容 而这部戏的最大特点是 所有主角们都不是大咖演员 而是由戏人级的演员出演 所以非常新鲜 虽然在第一集 因为霸凌女学生的片段引起了一阵争议 也有部分观众们认为没意思 但是我觉得很有趣 然后就是在第一集播放的一个场面 真的是让我受到打击了 这会是剧透吗? 我要说了 在第一集 女主说有话要说将男主带到楼梯后 将自己的名牌摘下来给了男主 收到名牌的男主慌张的说了 这是要交往的意思吧 哇 现在的学生们真的是用这种方式告白吗? 这么想的话比起 我喜欢你 我们交往吧 你愿意跟我交往吗? 我能不得一滴滴啊 还是给名牌比较好 但是如果收到名牌 我想要拒绝的话 这样吗? 对于用名牌告白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大家觉得小学中学高中生的压岁钱要给多少才适当呢?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的问卷调查结果 首先是韩国小学低年级学生们觉得是1万 父母亲也觉得是1万 然后是韩国小学高年级学生们 他们觉得是5万适当 但是父母亲觉得是2万适当 而韩国中学生们觉得5万适当 父母亲也觉得是5万适当 而韩国高中生们觉得15万适当 父母亲觉得5万适当 最后就是韩国大学生们觉得20万适当 但是父母亲觉得5万适当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能给就不错了还说什么? 高中生15万可可真的是没良心 大学生们为什么要过年压岁钱呢? 收的人是自己收 给的人要给好几个人 所以5万最适当 所以大家觉得压岁钱给多少最适当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只有Winter一个人这样 昨天N2频道公开了Gatterbit成员们的个人直拍影片 我们来看一下各个成员影片的封面 Poie 帅 Taeyeon 帅 Hyoyeon 帅 Selgi 帅 Wendy 帅 Karina 帅 Winter 嗯? 哇 我是男生的话也会喜欢他 真的很像自己一个人在 啾这样 好可爱 我太喜欢他们了怎么办? 真的很像是包得很好的包子一样 QQ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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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